9月27日,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0年,新安盟耐延检水稻测产验收即现场观摩会召开。 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湖南省水稻研究院、江西农科院、武汉大学等科研机构的9位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, 在新安盟科幼中期耐延检水稻种植基地随机抽取3块1亩左右的稻田进行测产。 最终,储蓄杂质和水分,在PH值为8.8到9.6, 盐度含量在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六的盐碱地上, 那盐碱水稻亩产量达533.95公斤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通过视频连线表示了祝贺。 据了解,中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,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。 耐盐碱水稻大面积种植对于中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。 记者了解到,2020年,袁隆平的圆梦计划正式启动, 未来三年将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开发耐盐碱水稻种植20万亩, 并在中国推广到1亿亩。 袁隆平表示,这项工程将为中国粮食增产至少300亿公斤。 罗产300亿公斤最低产量,它整产的产量是300亿公斤。 300亿公斤是什么概念呢? 相当于湖南省的全年量是整产量。 我们想,有个伟大的计划,就是整个推广研究的一模。 罗产最低产量300亿的产量。 你们完全可以发得到,推广你,在推广你们的经验。 我们在全国,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全国发展到一模。